小雪 小雪啊 不是叔叔们为难你 郝景阁那个楼盘 现在已经停工好几个月了 你到底有什么方案 来救那个楼盘呢 你总得给大家伙一个交代吧 最近我一直在筹备资金 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到账了 但是还没来得及投到工程里 风度影视的收购计划又提上了日常 只能把这笔钱先用在风度上 拆东墙不锡钱 这不是笨家子是什么 您真是站得实话不要他 房地产这几年多难熬 不光是我们好景格一个 那市里这么多罗盘都不好买 我们也是在死撑 东家借西家囚 好不容易倒手一点钱 想着马上复工 没想到你们又打算收购风度影视 买什么不需要花钱 还是我们家牧总大度 以集团利益为重 白担的这个骂名 小雪 前几年不是投资了N1公司吗 我看N1这几年做得还不错 股权变更后 公欧和牧总 应该是最大的股东了 如果卖掉N1的股份 还是可以救豪景格的 各位 请稍安勿躁 现在牧师当家的人 是我 爸 我刚在门口大概听了一些 诸位都是为了牧师的将来考虑 我很感激 尤其是几位叔叔 还有姐 牧师是大家一手办起来的 可能我现在的权位还不够高 不过我可以保证 牧师在我的手里 不会出什么问题 你给个痛快话 你是怎么想的 光说不练 那可不是真本事 牧师的将来 是要有更多层面的发展 我们赖以起家的房地产 现在的确是不太好做了 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利润可业的 姐这几年已是在谋求转型 但是转型 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所以 我们也要允许有试错的可能性 只要我们计算好试错的成本 那么牧师 就不会有任何的危险 也有可能是我新冠上任的原因 牧师管理层上下 也还需要更多的磨合 不过我相信 在诸位的帮助下 无论是我 还是牧师 都会有一个更加稳定 和更加向上的发展过程 那至于在这个过程中 什么时候引入 其他方向的发展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虽然会更加地明确 并不需要我们今天 坐在这里终止 牧师集团交给牧千初 我十分放心哪 大家要给年轻人机会啊 让我儿子练练拳脚 今天已经很晚了 再回了 什么不正常 的一切 是个な 威师 我要十分之间 跟乐业 Vir家 我 비 我 又吗 四鸣 四鸣 你私底下跟几位叔叔再沟通一下 不要让他们心里有芥蒂 毕竟都是当初一起创业的老人嘛 解验室 博总资金的事情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 其实这件事情 您解验到被明天打算了很久了 行了 我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这么晚还在这里等我 我不想你一个人这么晚了 还要自己回家 怎么了 公司有事啊 还好吧 没什么大事 有没有事我才不在意呢 我在意的是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放心吧 走吧 沐总 吴秘书 里面这位进去多久了 三十三分 那进去后 工作都问些什么问题啊 都是一些关于业务方面的小问题 各位不用担心 二位可以进去了 我先上厕所 李部长 听说我们的新总裁上任三把火 把大家烧得寸草不生啊 我算是看到这个公公了 他实有完事 但是脾气也太大了 手机可料有披露 这是很正常的 每个消费者会没事 反复摔自己的手机玩 他就抓住这个不放了 把参与研发的工程师 都折腾得快要崩溃了 我走之前不都还好好的吗 这么快就翻脸了 你也做好心理准备吧 咱们这新总裁可难伺候了 战火就要烧到你的部门了 还以为公公商任务能出来 躲一躲 清静清静 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能依靠到无动加动 都已经彻底凉了 公公可不像表面那样 是个软包子 它很狡猾的 你要小心 是 我倒还好 我们部门的王老爷子 对他意见好像很大 估计老爷子 迟早会不放 明秘书 王先生来了 王先生 小老板在里面等您 小老板 王先生来了 那进来 王师傅 请坐吧 不必了 龚总要给老头子下马位 老头子还是站着听龚总教训吧 好 那我们就看门见山吧 我们来说说二代手机壳料的问题 你不是已经问过我的属下了吗 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还是想当面的请教您 毕竟您是材料方面的专家 有些专业性的问题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这么多年我在NEE 一直负责壳料技术 无非是一次测试壳料选材不过关的问题 下次重新选择就是了 有什么好说的 你把我部下的人 挨个都骂了一通 现在又叫我来问相同的问题 你是在审讯吗 王师傅 您不要对我产生重大的敌意 我是真心地想和您好好地沟通 毕竟这次出的问题 实在是太大了 普通可料的 会有十到二十次测试 按照NEE的标准 至少得测试一百次 出现不合格 也是正常的吗 如果一下子就通过了 那还有测试的意义吗 最近怎么没看你那个编辑啊 就是那个长的小丸子那个 你说小丸子 他最近帮我跑出版社 特别辛苦 我都跟他电话联系 这样啊 你怎么突然乱丸子啊 你们俩什么 没有 我肯定有问题 我没有否认可料测试的意义 只是你们的团队这次做事 太草率太业余了 我需要你当面给我一个解释 否则 我会严重怀疑你团队做事的水平 小子 你给我听好了 我在手机这种通讯工具 刚出现的时候 就开始做材料研究了 干到现在 还没人治愈过我的专业水平 当年工与挖我的恩怡 对我都是恭恭敬敬的 你身后的初代模型 也是我带着团队一块儿研发的 你一个小孩子 有什么资格对我和我的团队 指手画脚 我不管你算 美超元老 现在我是恩怡的总裁 把你们的颗料方案拿回去乘坐 不然你和你的团队都给我滚蛋 走就走 我告诉你 别以为你会搞什么系统开发 就了不起 在材料研究和工系管理上 你还是个白痴 还有 工不在世 你靠哥哥 哥哥不在你就靠父亲 算什么本事 别以为大家叫你一声工总 就得业了 跟工与的为人处事相比 你连他一个手指头都比不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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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小子 没敲门 谁让你们进来的 出去 小子 出去 五千万一次 五千万两次 五千万三次 小子 你让开 你不要你让 你要在我身上吧 你别担心了 这可是合家的关 你不要我给我 冷静啊小老板 房事不那么大岁数了 您别跟他置气啊 您要不先放下来 你放下吧 放下吧 放下吧 这是你让我做的芒果布丁 那个清热结果 还甜 而且做了三天才做好的 就是 口感 短短的 那 我给你放这儿了 关注健康 小小姐 你们俩过来 你们俩过来 米商他叫你 叫你呢 他说了米商过来 小姐 过来 叫你呢 好 你们看看 没勺子我怎么吃啊 马上有 马上 马上 消气小老板 还好我们溜得快 他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我们公司最近在测试 二代手机哥的材料 手机马上发售了 订单都出去了 结果测试结果非常不理想 小老板很不满意 正挨个追责呢 怪不得他最近神出鬼没的 不光小老板啊 其他人也啊 整个公司都在啊 我听胡小姐说呀 好多员工受不了 小老板的铁板政策 正打算辞职呢 也是啊 如果我是员工 有这么完美主义的偏执狂老板 我也崩溃 不干了 我是担心啊 小老板现在把这些技术骨干惹毛了 以后再想找人干活 就没那么容易了 也是啊 你知道现在业界都怎么行 我们小老板吗 我知道 炸了 便宰 冷酷 无情 脾气不好 胸巴巴 嗯 嗯 编职 你爱你们们的画片啊 我自己家吧 去 这什么鬼地方啊 信号都没有 怎么他这手机都长得这么奇怪 这手机放在他伸手 能拿到的地方 看来对公欧很珍贵啊 公司的内部情况我也不是很了解 但现在是敏感事情 你得小心点 没事的 我会打探清楚的情况吧 要不还是算了吧 不可以的 不可以 真的吗 真的好我想吃 但是我要见 但是 你好 请问你找谁 我是你们龚总的厨师 他说天气有点热 让我给大家送点自制的芒果布丁 请问茶水尖在哪儿 龚总让你给我们送芒果布丁 小姐 怎么样 好吃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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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么年轻 真的是龚总的厨师啊 龚总在加什么呀 也那么恐怖吗 龚总 石小姐 龚总怎么会突然让你送芒果布丁过来啊 可能是他吃过一次觉得还不错 而且今天天气太热了 就让我多做了一些给大家尝尝 真的 当然了 什么天热啊 这不都是芒的嘛 你看这熬一熬的 如果只是工作量大也就算了 龚总现在动不动地就发脾气 真的好恐怖啊 龚总最近火气是大了点 他在家也这样 是吗 龚总在家里心情也不好 他在家呀 总骂我们 还说东西 我就说嘛 龚总不是针对你的 确实就是 别难过 恩一刚成立的时候 我就在了 也算是个老人了 没想到 还会因为说是会议室被骂 更别说设计部的元老 王若森师傅了 这几天也嚷嚷着受不了龚总的气 我要回家养老 真的假的 怎么样 是不是怨念很重啊 没想到 连初代的设计师都想辞职 我觉得咱们想修好这个 有点难了 这回小老板又要熬夜找人事不谈话 又有东西要碎一地了 所以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帮咱修了 去试试吧 但是石小姐 你可千万得一小心 最近小老板的心情差到爆表了 千万不要越修越糟 不然咱俩都问他 那总得试试啊 要不然你说这 多可惜啊 两个人 对 两个人叫我来 不然叫我来 刚才你给我说 要辞职可以 你得一个一个来的 可以一个一个来 怎么一个一个来 咱们一个一个来 没空 一起来吧 这几位师傅 你们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 怎么办 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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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的 把不然辞职的好吃 我们孙孙行吧 对 鼎 这么急着要辞职 难道 答应我要做的模型 都不管了 小念 你也在这儿 公欧竟然放你出来 几位可是答应过我 要做出最完美的二代机模型 我等了这么久 都没有消息 没办法 这才找上门了 怎么 公欧欺负你们了 你们跟我说 我帮你们去训他 金子小姐 这里的事 按说跟你没关系 可既然您来了 我们也不希望 您认为我们是实性于人 可 公总他实在太无礼了 我们都是人呐 不是机器 就算是机器 也有停机加油的时间啊 就是啊 我们这些人 已经很用心地在工作了 可真扛不住公总的各种要求 得嘞 算我们无能 您啊 也不用替公总解释 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没有要替他解释 他有时候确实很无礼 很霸道 很不可理喻 对吧 嗯 但是 几位 这个项目是大家从一开始 一直做到现在的 难道你们对恩义自己产出的手机 没有感情吗 这些产品 不仅仅是大家的作品 更是心血啊 对不对 是 秦子小姐 您和两位老总是朋友 可以理解他们的想法 可以进行交流 我们不行啊 我们实在是伺候不了了 等一下 大家 我是公屋的私人秘书 他派我来的 他说你们有任何要求 都可以跟我说 你们是有要求的吧 嗯 小念 他们的要求 哥我不一定会答应的 那么我总得试试 要不然他们都走了 是 小念 要不算了吧 我试试吧 没关系 我会搞定的 几位 可不可以给我五分钟 就五分钟 我来解释给大家 那边请 各位老师傅们 你们已经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 都对恩义也有感情了 现在为什么要说走就走 我们没时间听你说这些 你一个小丫头 真当自己是什么人啊 大不了 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找公总辞职 别 对 我们在恩义干了这么多年 还头一次挨上次骂 就算以前公屋在的时候 那对我们也是很客气很尊敬的嘛 就是 我想 是不是王荣森 王师傅 在见完公总之后 回来跟大家反应 说他是一个不听长辈劝告 乱发脾气 乱说东西的混账小子 小姑娘 话可不能乱说 青子姐 我知道他们为什么 一提到公欧就这么生气的原因了 为什么 我真的问你 拿好这儿 我真的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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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定这个方法可行吗 且灵海虚寄灵人 死马全当狐马医 也只能试试了 不过 你得帮我 配合我 拜托了 好 我 沐总 石地小姐来了 已经在里面坐着了 我怎么懒都懒不住 知道了 雪姐 我等您的那份风度报告 可是等了很久呢 想来您是贵人多忘事 我也只好又上门 亲自跟你要一次 那我要是不给呢 前几天的那次会 想必学姐也记忆犹新吧 现在牧师倚仗的 还不是千初 我跟千初呢 也是为了姐姐好 想帮姐姐分担一下 姐姐要是不领情的话 只能要叔叔 亲自来跟你要吧 何必进冻爸爸 我给你就是了 你不打开看看吗 不打开看看吗 这是什么呀 千初没动手术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可以 果然你的底细经不起查 你的姐姐可以吃哑巴亏 可是我 就难说了 这才表不了什么 这是十两年 乱画的 写不了任何问题 是吗 那就把千初和你姐姐都叫回来 一起欣赏一下这本漫画手稿 或许你姐姐会有新的说法 或许千初 也会想起更多的事情 姐 我 我知道这件事情 我做错了 但是 我爱千初 我对千初的爱不比 实想念少 你要怎样 你要怎样 才能不告诉千初 想要瞒住千初倒是不难 只要你表现好 一切都好说 我说 小老板 您别太着急了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那没什么事 我先出去了 小老板 爆炸了 王老师傅说 要把整个设计囤里带走 气得爆炸了 没事 没事 我可以 我做了你爱吃的蛋炒饭 要不要吃点 我刚做好的 还热乎呢 我刚做好的 还热乎呢 你一天都没出书房了 那你多少吃点呢 我有说不要吃吗 可是你不能一天不吃饭呀 我是为了你好 你还是多少吃点吧 如果不够的话 我再给你做 我预订了 我带了点补品给您帮忙 谢谢 要喝点什么 都行 茶就行 哎 那你坐 好 我先坐 嗯 妈 喝点水 谢谢 阿姨 听说最近 王师傅身体不太好 我们跟我总裁呢 特别担心他 因为呢 王师傅是我们 恩义的技术总监 所以我们大家都 特别关心他的健康 这次呢 我们总裁也是特地 派我来看他的 他呢实际没什么大毛病 他就是心病 你说他上了年纪吧 脾气还大 他自己弃自己 姑娘 你千万别打理他 阿姨 您应该也知道 王师傅呢 在我们公司算是前辈 那我们工欧总裁 他处事方式 还有他的脾气 就那样 大家也都习惯了 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王老先生呢 因为这个受了不少的委屈 但是其实您想 我们恩义能有这么好的口碑 不就也是因为我们工欧 他的这个 垂毛求疵的这个毛病吗 可不是嘛 我看呢 那就是老王部队 其实说起来呀 工欧他本来可以 不用来出任这个总裁的 他爸爸呢 本来是希望他去英国发展的 但是他又舍不得 他跟哥哥一起辛辛苦苦 打拼下来的江山 尤其是舍不得这些 跟他曾经一起创业的伙伴们 他如果 扔下大家就出国了 那公司这么多员工 都得重新找工作 很多人都有家有儿女的 所以呢 他也是担了特别大的压力 才出任这个总裁的 阿姨您可能不知道 我们恩义的前总裁 龚欧 是我们工欧的哥哥 那龚欧呢 在我们恩义上上下下人的 心目当中 就是一个特别有担当 特别有爱心的人 我们大家也都特别感恩 他的照顾 但是 他现在不在了 那能不能就像 老先生就当帮龚欧一个忙 也帮帮龚欧 照顾他一下 其实 你看 我知道老先生 他为什么生气 他不就是觉得 龚欧对他态度不好 而且对大家都太严格了吗 但其实这也是一个优点呀 这说明龚欧这个人 他对人对事都很认真负责 从来不会弄虚作假 那我们大家跟着他 也都很值得很放心 对不对 我这次来之前 龚欧也跟我说 如果老先生 还是生他的气的话 他就准备 亲自来附近请罪 直到老先生气消了为止 那 阿姨 我今天就不打扰您了 公司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感谢你来看你做我的师傅 我感冒好了 明天就可以回去上班 你告诉我 我不跟他毛周小子计计 王师傅 什么都别说了 喂 怎么样 姐姐 按照你的计划 我已经顺利搞定了王老师傅 这么厉害 你那边呢 性感怎么样 我这边 不太顺利 龚欧它就是一头绝驴 我顺着驴也不行 腻着驴也不行 这急死我了 怎么办呀 小念啊 也就你 你也敢把高高在上的公欧比做毛驴 不过呢 我有个小建议 你要是想让毛驴顺着你的心意 可以试试在他的面前 放一个拴了绳子的胡萝卜 胡萝卜 什么意思啊 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很看好你啊 石小念 你对付公欧绝对没问题 那好吧 拜拜 这个公欧真是 我是腻着驴也不行 顺着驴也不行 那我到底干啥你怎么办呀 就是我命你在大魔头 我上辈子是不是不小心 入侵了银河系 这辈子才遇见了你啊 嗯 拴着绳子的胡萝卜 晴子姐 你说的这是什么呀 我真的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太像了 石小念 你发微信让我下楼什么事啊 我给你看个东西 叫我像你 石小念 拿过来 我站住 不要站住 你想熬夜神 熊猫侠 熬夜神 你给我站住 石小念 你给我站住 别过来 别过来 你别过来就站在那儿 我告诉你我准备是有限度的 你就站在那儿 我就说话 对了 我想说 哥 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 想把恩义打造好 可是你总是用发脾气的方式 解决问题 那样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你懂什么 我 我是不懂 可是我知道你 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总裁 要不然你就大可以把恩义卖掉 那干嘛劳心劳力地去学习管理啊 而且 我觉得你对恩义的感情和期待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应该让跟你有关的人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的下属 你的同事都知道 你应该让他们都了解你的心意才行 就像我吧 我是一个漫画家 跟你完全是两个领域 虽然我这辈子 可能会一直做一个 名不经经传的小小漫画作者 但是漫画就是我的表达 它可以表达我开心不开心的事情 有的时候漫画 比我自己 更能了解我自己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是不是蠢啊 被我传染了 我想说 你要学会交流 让大家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让你的员工们都了解 明白你的想法 而不是埋头苦干 我哥在的时候 很多他能轻易搞定的事情 到我这里去 变得处处都是困难 新冠上任嘛 可以慢慢施养 慢慢学 什么事 他答应了 我知道了 刚刚王尔森答应回来工作了 这 这不是你的鬼主意吧 石小念 不然青子也不会背着我去找别人 石小念 你跟我身边的人联系倒挺多的 还有一个要求 你作为老板 看在你的员工最近工作这么累 加班这么多的情况下 能不能给大家放一个架 就全当你体恤下属了 行吗 我不同意 难以是我的 我说了算 你这人怎么阴静不定的 反正我不管 我就现在就去跟王医师说 我就跟他们说 你给他们放个架吧 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随随便便 插手别人的公司 我还要听你的 大家不是公司的机器 都需要缓冲和理解 好啊 我可以听你的 不过 我也有一个条件 你说 我最近加班啊 也挺累的 我可以给他们放放架 不过你呢 要出去陪我散散心 就像你刚刚说的 需要缓冲和理解 没关系 我同意 全当奉陪 嗯 你最近也挺闷的 我们现在就去缓冲和理解 嗯 嗯 嗯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甜白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曾沾着难边的长夜 凌不未来的图画 会本离是我们的梦想 你是我的 一年 时光 一年 一年 设计岗 下个星期就离职了 是这样 要不先这样 好 好 嗯 嗯 你看这个 这个问题 可是没有办法解决 想不到啊 你小姑娘说话 还真管用 是 龚总不但给了价 还给咱们包了机票和酒店 让咱们海外里偷去 是 看来这龚总和她的关系 两位师傅 既然你们的要求 已经得到了满足 那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小忙 这是N1初代模型机 听说当年是你们几位设计的 这个模型 你是哪里来的 在公欧的书房 不小心摔坏了 但是这个对她来说很重要 可不可以麻烦你们 帮我修好它 想要修复这个N1初代模型机 恐怕 就有王汝森老师傅有这个技术 我 我做的东西 我自己来修 是让公欧那小子会做人的 专门派了胡小姐上门请罪 还出钱让我家老太婆出国旅游 就当是 帮公欧那小子一个人情吧 太好了 谢谢师傅 谢谢几位师傅 石小姐 我到底答应了小老板什么情绪 我怎么觉得 他今天整个人神经兮兮 一会儿要准备护照 一会儿又让我帮他收拾行李 我答应他了一个 忍辱负重的要求 你俩进度这么快吗 我认识的 开个玩笑嘛 我先去拿车啊 你俩能够等我 看来公欧真的很在乎你 他今天答应你的这件事 就连我的完全没想到 小念 你真的很厉害 没有 我 我跟他其实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们没什么关系 倒是你 最近公司好像都在八卦你们俩 你真的误会了 我跟公欧才是什么关系都没有 我心里的人是公欲 我喜欢的是他 现在他人都已经走了 我也只能免为其难帮帮他弟弟 免得公司被这个偏执狂带垮了 不过现在看来 他似乎有了更好的帮手 我 小念 公欧就交给你了 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公欲走了之后 越来越严重了 我跟公欲之间 这个嫂子当不成 至少也算半个姐姐吧 我可不希望她就这么自己跑偏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我还是 别可惜了 走吧